秋天的第一场越野赛 跟我的新跑马大子一起完成啊 大家好我是包大王 上个周末我去摩冠山参加了一场相当有趣的运动嘉年华 体验一下有扫影版的10KM越野赛跟夏季运动会 跟朋友一起奔跑的感觉那是相当的好 整体的气氛也是相当的热烈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在现场我们也一起体验了 扫音最新上市的运动耳机 OpenRound Pro 2 这款扫音旗舰系列的最新作品 不只在音质跟舒适度上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在各种运动场景中都有一个相当出色的表现 以下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 扫音OpenRound Pro 2里面到底有怎样升级 Pro 2基本继承了稍微一贯的简约设计风格 整体的外观相当的简洁流畅 相对于其他几款产品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耳机依旧采用这种开放性的设计 这意味着你在佩戴耳机的同时 同时能感受到周围的环境音 这对于户外运动尤其重要 无论你是进行长距离乐赛入跑 或者是只是户外骑行 这种设计都能有效地去提高你的安全性 帮助你更好地去应对环境的变化 接着我来说说我的配戴感受 OpenRound Pro 2依旧采用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挂结构 主体是由一个钛合金补架构成 既轻盈又具备极佳的耐用性 耳挂的部分保补舒适 而且在运动中也能维持稳固 特别是在激烈运动或长期佩戴的时候 你几乎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重量仅仅只有30克 真的是情柔无误 针对一些头位比较小的朋友 扫音也有推出了mini版可以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关心的音质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 古传刀耳机的音质都是一个我比较不care的部分 以及户外运动 总不能既要又要的 但这次Pro2的核心升级 就是在它的音质表现 扫音在这款耳机中 搭载了一个叫做Dupich的 古气霜单元技术 这是一项扫音可能历史七年 才研发出来的革命性技术 跟传统的古传导耳机不同 Open Run Pro2的创新采用了一个中高频 它是用古传导单元 而低频的部分 就是用气传导单元去分频发声 这可以使得它音质的表现力大为提升 而于这种技术 Open Run Pro2就能够更多的去还原声音的细节 无论是低频的浑厚或者是高频的清晰度 都有一个相当好的飞跃 特别是在低频的表现上 下潜的更深 动感更强 但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有那种正耳朵的 正脑袋的压迫感 可以说这款耳机 已经颠覆了大家对于古传导耳机的刻板印象 另外扫音在这款耳机中 也引入了Shark Open Bass的2.0算法 通过这样的算法 耳机能够实时的根据音量动态调节EQ均衡 无论是在哪种音量之下 都能享受到自然而不破音的听觉体验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 它可以自定义EQ的调音功能 通过扫音专属的APP 用户就能根据个人的喜好 进行一个细致的音效调节 不仅可以选择标准模式 人声模式 低量增强或者是高音增强 还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 五档的EQ调节 真的做到一个个性化定制 这样你是不是就能根据不同的音乐类型 跟场景找到最适合的音效呢 另外APP还支持这个双设备连接 像我可以连接我的MyBook 我们的iPhone一起使用啦 当然一次还是只能播放一个啦 除了日常跑步外 这次我也在扫音的10KM越野赛里面 去进行一个测试 其实这也是OpenRom Pro 2 最佳的应用场景之一 携带上这个耳机 你就能立即的感受到它的稳定性 不管是跟朋友三分配标数 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奔跑 耳机依旧能够粘贴耳朵 不会有任何的滑动 底下我就播放一些我们跑步中的片段 让你感受一下当越野 遇到音乐的快乐 哇塞 又没有干什么啊 拉吧 冠军 冠军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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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刻 上一块历史开阅 在正式计划 说好的王者 你会跑步的差 你跑音乐 你会跑步的差 我要 我要拿冠军让你先给我干净 然后我问他 我算还是你算 变态啊这些人 算 你也是你也不赖哦 哈哈哈 好了我要跟冠军跑一段 前面三个看起来不行 先放他们跑一往 早点跑完早点回去 炮浴缸 吃火锅 这帮人一看就很屌哦 太屌了 一公里平均配速 四分内 你说这是人吗 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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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这不是我上次 莫甘山的标牌吗 同样的地方 重有一次 一次带上 爽映的新品 Open Run Pro 2 啊 在这种年纪的山野里面啊 新的音乐 慢慢前行的那种感觉 可以让你的 心中的疲惫感 降低不少 所以每次越野菜 我都会带 在这种 慢慢上行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的放松 现在气温还是有点高啊 34度 所以在这种地方 遇到一些溪流啊 听到这种声音啊 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哎呀再洗个脸 哇 哇 啊 啊 啊 防水性能刚刚的 没有问题 哎 特别的清爽 一下子降温啦 哎 等等再来一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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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舒服 这也是韶音第一场的IP赛事啊 其实沿路的指标都相当的清楚啊 一般这种路也不太容易迷路啊 哎呀 其实我喜欢跑越野赛啊 主要就是不太喜欢在城市里面感中很多人的样的 但是用鼓探道耳机啊就可以听着音乐听自己想要的自然音 人多的时候啊就把音乐大声一点就感觉没那么吵杂了 好了我们已经快到顶了准备要下山了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Let's go 每次都越干晒 不管它越野赛 最后一段 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觉得运动耳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 就是稳固 在运动时你要保持一个很稳当的状态啊 你不能跑一跑就掉 那稳定这个耳机呢 就是每一代升级啊 它就越来越稳 不然是下坡啊还是很快的 间歇跑之中啊 你都不用担心它会跑一跑掉 而且它也没这种负担 戴起来也不会有压耳的感觉 就你要综合这两点呢 才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耳机嘛 不然带浓露的是耳机就好啦 加油 恭喜 行 恭喜 赛入牌宿 最让我惊喜的是 耳机在不同环境下的音质表现 跑到三间分 remar 的地方音乐细节依旧清新 而进入零间小径 低音的节奏感也带来更多的跑步动力 哨音的这款耳机在音质上的提升 的确让我感受到更丰富的听觉体验 每个细节好像都可以在耳边缓缓的去展开 当然作为一款运动耳机 续航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Pro2在满电的状态下 可以连续播放音乐大概12个小时 这样来说跑个全马 跑个50公里越野赛基本上都没问题 而平常一天出门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此外耳机还支持快速充电 只要5分钟就能使用接近2个小时 应急的时候相当方便 不得不提的是 这次Pro2还支持了Type-C接口 以后再也不用多带一条线出门 另外防水功能 当然也是运动耳机不合理缺少的一块 这款Pro2不仅能抵挡汗水跟雨水的侵蚀 甚至可以在水中短段轻泡后依旧正常工作 这对于一个常常进行户外运动的朋友 无疑是一个更好的保障 尤其在这种大旱的夏天 难道你还敢带一些有的没的运动耳机在耳边吗 整体来说 是要用这个OpenRound Pro2 在音质、佩戴舒适度、续航能力 跟防水、防汗功能上面 都做到一个相当的极致 可以说是市场上最专业的运动耳机之一 虽然它的定位是为了运动耳机设计 但多年来 其实它已经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健身忙训练 还是在家里小小的放松 它都能带来很好、很清晰、自然的音质 成为我的生活中一个无声的陪伴者 最后我想说的是 每一次跑步 其实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 而OpenRound Pro2则让你这个对话更加丰富 它并不只是一个耳机 其实更像一个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 以上就是我今天 对哨音OpenRound Pro2的经验分享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报道王 我们下次再见 请般苏